歡迎來到 俠港HISTORY 歡迎來到 俠港HISTORY 你有在看大家的音樂媒體 或是在嘴中哪位樂評人的臉書嗎 你喜歡看Stuces把所有東西 拉在一起平分的快感嗎 還是你只相信自己的眼光 那我們在說樂評的時候 你們知道的到底是什麼 你的樂評跟我的樂評是同一種嗎 為什麼有些人聽到樂評就想罵兩句 為什麼樂評自己好像也很喜歡吵架 所有喜歡音樂話有很多的人就是樂評嗎 這一集帶你來認識一下樂評跟音樂媒體 音樂評論從幾世紀以前就存在了 20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阿朵諾 對當時的流行音樂和爵士樂有諸多的批判 而到了1960年代搖滾樂盛行的時候 網路還沒有像現在如此發達的時候 找其非主流音樂的資訊 大家可能要靠的是報紙以及紙本雜誌 台灣呢從70至90年代也有許多本土的雜誌 像是滾石搖滾客或是飛古典 是許多西洋流行另類樂迷吸收資訊的重要管道 另外由資深廣播人余光創立於1982年的余光音樂雜誌 以及香港源志聰所發行的音樂殖民地 這些都算是早期非常重要的音樂資訊來源 這些雜誌除了介紹音樂引進歐美的音樂資訊之外呢 也會有翻譯的人物專訪、音樂評論 或是分出專輯高低的給分之入 除了先前第一集《Sharkown History》提過的實體唱片行 另外一個認識音樂的管道則是電台 像是馬仕芳啊、小樹啊 或者是更上一代的以爵士樂為主的書眾 沈鴻源、黎石潮都是常年耕耘電台廣播 介紹音樂的優秀廣播人 斷台以BBS的新代 在紙本雜誌之外 網路世界早期也有各種的BBS跟討論版 馬仕芳在公元2000年以BBS站討論版為出發點 成立了543音樂站 馬仕芳當初的ID是Honey Pie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人叫他太大的話 那個人的提示大概就是蠻前面的 同時在PDT跟不良牛這些BBS的各家音樂版 也會時常看到Freddy啊、阿菲西亞的小花、陳德正 大家都會打打嘴炮、比賽 偶爾很認真的討論音樂 音搖版跟金屬版 時常可以見到精彩的戰士喔 後來到了部落格的時代 每個人都會各自經營部落格 風氣又有所轉變了 說起樂評 不得不提的前輩當然是何一提 以前曾經在水晶唱片擔任創意總監的他呢 何穎儀後來企劃過上週出版的音樂盒系列首書 其蒙了一大堆樂筆 他的音樂文字跟音樂知識之豐富呢 讓很多人敬重他 稱他一聲何姑媽 現在如果想看他的文章 也會有一個粉專 何穎儀的大耳朵 一聲Ricardo的胡子平 我們時常可以在關鍵評論網上面看到他的文章 同時呢他也在經營New Album Release 新專輯發行爆碼 定期呢把歐美的專輯資訊 搬運給台灣的樂迷 還有2010年後 有段時間包括Highnote音樂誌 Gigs音樂誌 以及Bark音吃路 當時眾多的音樂雜誌 給予了很多樂評文字空間 如今呢也有樂評人持續努力 像是神階安啊 鈴貓王啊 以及擅長黑樂的 Brian John 小布老師 位於台南的馬瓜呢 除了自己擅長的法律知識之外 也是台灣音樂書寫團隊的負責人 他呢也曾經鼓勵過不少的年輕樂評 以今年來說 可能比較多人知道的音樂媒體是 崔音樂 其中大量的文字 來自已經不再年輕的新生代 像是崔音樂的阿亨啊 娃娃啊 還有不屬於崔音樂的音鳳 如今呢 資本雜誌越來越少 音樂文字通常也會散落在各種生活風上 或是文化綜合類的雜誌裡 更年輕一點的樂評呢 則有在幫週刊編輯寫稿的厚安 以及具有文學背景寫入我們的搖滾樂 探討台灣熱門音樂歷史的資深 聽團戰熊一平 樂評粉絲專業 當然呢 也有一些樂評是沒有接觸到產業面向 純粹的音樂愛好者 雖然可能沒有像以前的評論一樣 獲得那麼多的關注 但這些愛音樂的人 就是無償而且熱情的 寫自己喜歡的東西 像是耳道運行士 就是有一群愛樂人士組成的 也有些人曾經擔任過唱片行的店員 他們熱衷於看新潤音樂人的現場 挖掘台灣生猛而有趣的場牌 前一陣子呢 他們公布了評選的年度十大唱片 同時也大膽的把評選過程的文字記錄公開 引起了不少的討論 再來呢是新加坡的Fresh Music音樂誌 這是以華語音樂為主的音樂媒體 每年還會召集有志之士 一起評選Fresh Music Awards 雖然可能不是官辦獎項 但仍然聚集了許多人氣 今年呢要邁入第15屆了 還有很多有在寫音樂文字的人 如果漏了也歡迎大家留言補上 樂屏在做些什麼 樂屏到底都在做什麼事呢 可能的事情包括分享音樂 日常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表對音樂的看法 撰寫各種線上線下媒體上的音樂稿件 訪問 產業報導 音樂評論 統整室的專欄 甚至呢也有可能幫音樂人操刀文案 像Street Voice街深的官網上呢 就有達人首選的欄位 固定會有音樂達人推薦自己喜歡的歌曲 英文對於寫音樂文字的人 可能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稱呼 Music Critic Music Journalist Music Writer Music Reviewer 那在中文裡面呢 我們對於所有用文字寫音樂相關資訊的人 幾乎都習慣用樂屏稱之 可是呢 如今純粹的音樂評論反而很少 所以今年來也會有人習慣用音樂文字工作者自稱 或者是用更簡單的音樂作家 用來表達音樂文字除了評論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相對於電影啊 或是當代藝術的分析跟學派 流行音樂的樂種風格以及評論 比較沒有一些很學院派的理論在支撐 獨立音樂或另類音樂的文字評論 時常呢 也是作為認真的樂迷 自發性的大量聆聽閱讀之後產生的 這非常非常的隱身 甚至呢 音樂產業研究 跟流行音樂研究 也都是歐美新興的學科 但如果流行音樂的分析 像古典樂一樣 著重在和弦進行 曲勢變化 大家會不會覺得好玩呢 還是會變得非常的無趣 其實這我們也可以想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 現在的樂評都不是做負評 不說實話 只說好話 我知道大家都想說 你們樂評都是在思想授受 在業界要混口飯吃不方便說話 這當然或許是一個可能 畢竟台灣的圈子很小 但其實也還有一個可能是 負評沒有什麼太多的意義 現在隨著串流越來越興盛 所有人只要花一點點錢 都有聽不完的音樂 大多數的人都不需要通過 樂評或是音樂文字 就可以有大量的音樂可以聽 不喜歡的歌 你直接略過就可以了 因此呢 樂評的影響力 也不會像以前一樣 能對一張專輯 判生判死 比起花時間去抨擊一張作品 不喜歡的就不要介紹就好 花多一點時間 深度介紹引導演 比認識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樣應該比較有意思吧 而且 為何大家覺得 稱讚就一定是假話呢 比起真話 或許大家更想聽的 其實是淡話 舉例來說 我覺得傷心玉絕 超難聽的這樣一句 可能比我覺得傷心玉絕 超難聽 因為關天堂的吉他 他都沒有對到拍臉上 雖然說龐克的本意 就是要很粗糙 生猛的蓋下去 但是時間已經來到2022了 龐克都已經早上排幾圈了 皮 我的吉他其實很準 好不好 小白杜的KK常說 音樂評論是要有所本的 大家也要想一下 你是真的希望看到HOST的評論 還是你只是想要寫流稱和 那你其實可以去匿名套北粉專 罵個兩句 所以音樂的主編阿亨呢 他之前受訪時就說過 他覺得現在網路就是眾生喧嘩 如果你只用一種角度 或是只有自己的角度去評論 不一定會產生有效的溝通 或是良性的批評 如果超有其他身份 還是樂評嗎 另外呢 大家在產業的角色 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比如剛才提到的何影迪 他可能更常被提到的身份 是翻譯或者是編輯 陳音樂 前前後後還有幾位編輯 包括李鑫啊 Pisco的貝斯手Homoy 韻瑄也都貢獻了許多精彩的音樂文字 但是你未必會用樂評來稱呼他們 小白兔的店長威年呢 也介紹了音樂十多年了 你會用樂評人來形容他嗎 從MCV音樂殖民地雜誌寫到現在 既是音樂人 同時也經營唱片行的DJ Michael AKA林哲儀 你會選擇用樂評來稱呼他嗎 又像林包王以前也當過HIGH NOTE 音樂誌的編輯 後來他對於寫稿 或是為他人寫字之間是感到有壓力 就改成全力以DJ為業了 他都在酒吧 藝文展演 婚禮等等活動放歌 然後只在臉書寫自己喜歡的主題 分享自己喜歡的音樂 還有呢像是現在在高雄百樂門放歌的陳翰 除了放歌之外呢 也常常深度分析DJ文化 以及撰寫黑樂相關的文章 你會不會用樂評來描述這些人呢 隨著科系的變化 音樂評論也有產生不同的形式 但是在文字之外 也有Youtube或者是Podcast這些渠道 像是美國有名的The Needle Drop 它就是一個大叔用碎碎念說書的方式呢 對著專輯評論一直講一直講 另外呢Podcast的話呢 Song Exploder 是個非常非常認真解析歌曲的英文Podcast 之前呢它還被Netflix改編成知識節目 金曲大解密 很有趣 但也真的蠻窄的 因為音樂版權的關係 模仿歌曲比較困難 目前中文世界的Podcast 只有KKBOX 有比較多音樂相關的節目 中文音樂媒體或音樂粉專的消亡 純粹的樂評網站和音樂媒體 真的越來越難經營 歐美最知名的嘴臭樂評網站Pitchfork 在2015年被康泰納市大企業買下之後 也會聽到樂迷抱怨他們 越來越不敢說真話 如今呢台灣的音樂媒體越來越少 一瞬間可能只剩下 追音樂樂手操 一些耳多醜而已 另外比較有持續在運作的 則是以介紹海外音樂資訊為主的幾個粉專 像是以日本音樂為主的Castbon 宇宙店Baw Unipop 東京音樂敗家日記 或是介紹韓國KINDY專門的日日春放送局 除了喜歡的音樂人 看到喜歡的音樂評論或媒體 也記得給他們一點鼓勵 還有哪些你關注的樂評沒有被列在這裡面呢 或是你也有很多很多關於音樂的想法想要分享 歡迎留言在下方 今天的History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週見 掰掰 各位朋友 假如你們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一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